我今日的早餐就是這份白汁碎蛋三文治 是不是很健康呢? 慢著,你知道裡面有多少化學品添加劑嗎? 食物添加劑是只在製造食物 或者加工過程裡面加入天然和人工製成的化學物質 而這份三文治裡面就有防腐劑E282 乳化劑E481、E460 色素E171 新調劑E415 嘩,就這樣聽名字都不知道是什麼? 吃了綠圖會不會有事? 因為方便,時間上可以省很多時間 不需要煮,不需要處理 變成我們要吃很多製成品 在製成品裡面,生產商也為了它能夠放在賣內 放在架上不會壞 變成要放入添加劑 原則上也是有食物安全條例去管制這些 用開了和容許添加劑 原則上應該是安全的 但有時它的量也會是一個問題 據估計,都市人每個月平均都會吃400克添加劑 根據香港法例的定義 食物添加劑共有23種 而我們比較熟悉的應該就是 色素、防腐劑和微蒸 那吸收過量又會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微蒸是一種天然的安基酸 微蒸根本是肉一分解就會走出來 但微蒸粉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有酸鹽的成分 變成你吃多了鹽的意思 食多了鹽容易導致高血壓 而人工合成色素是由石油或者煤焦油裡面提煉出來的 過程中會加入具有不同毒性的化學物質 醫學界普遍認為 如果攝取過量的色素和防腐劑會影響到兒童的神經系統 導致兒童酷動、情緒不穩定、自製能力差等等的症狀 甚至造成過度活躍症 另有一種說法說食物添加劑與癌症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才正式開始在食物裡面使用添加劑 戰後日本患癌症的人數持續增長 現在平均每三個死亡的人裡面 就有一個是死於癌症的了 近年,傳媒揭發多宗不發商人 違規在食物裡面加入工業用化學品 例如蘇丹紅雞蛋、孔雀石鹿魚、三聚青胺奶等等 都導致人心惶惶 如果我們留意的話 最重要就算是有添加劑 是一個有品牌和有信譽的生產商 做出來的東西 就應該是普通食用的時候 應該是安全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會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你買一些來歷不明的 或者在哪裡處理過的那些 危險性就大了 雖然到目前為止 醫學界對食物添加劑的害處 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 但是有些問題 可能要經過長年累積才會顯露出來 我們都不要拿自己的身體來做實驗 添加劑都是小食為妙好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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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